喝酒 看一盒 看一盒 想的美 麻烦 这样一个 可以 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叫 人生如戏 戏无人生 其实 这句话我自己非常有感触 因为 因為本身自己就是演員 然後演了很多戲 然後 但是我一直覺得 生活這場大戲 可能比劇本當中 寫得要更加的精彩 對 最近給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一位朋友 也是一位朋友 給我分享的一位智者的話 他說怎麼去衡量一個人 年輕還是老了 他是這麼說的 當一個人的夢想 大於他的成就時 他就還年輕 當一個人的成就 大於他的夢想時 他就老了 然後我就思考了一下 這句話 我還有很多夢想 還沒有實現 所以我還沒有老 我還年輕 所以我要跟大家一起去 更高更遠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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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下一首歌是 我非常喜歡的一首歌 是寫給電影的人的 好 好 獻給所有 愛做夢 或者是正在做夢的人 一首給電影人的情書 寫送給你們 演唱 歡迎大家來到 這樊框劇場的演唱會現場 好 好 剛剛選擇很脫衣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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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們 我們經常會說一句話叫 人生如戲 戲如人生 其實 這句話我自己非常有感觸 因為 本身自己就是演員 然後演了很多戲 然後 但是我一直覺得 生活這場大戲 可能比劇本當中寫得要更加的精彩 嗯 最近 給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 一位朋友 也是一位朋友給我分享的一位智者的話 他說 怎麼去逢良一個人 年輕還是老 他是這麼說的 當一個人的夢想 大於他的成就時 他就還年輕 當一個人的成就 大於他的夢想時 他就老了 然後 我就思考了一下這句話 我還有很多夢想還沒有實現 所以我還沒有老 我還年輕 所以我要 跟大家一起去 更高更勇的地方 然後 然後 下一首歌是 我非常喜歡的一首歌 是寫給電影的 是你所有 愛做夢 或者是正在做過的 一首給電影人的情書 寫送給你 生活這場大戲 可能比劇本當中寫得要更加的精彩 最近 給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 一位朋友 也是一位朋友給我分享的 一位智者的話 他說 怎麼去衡量一個人 年輕還是老 他是這麼說的 當一個人的夢想 大於他的成就時 他就還年輕 當一個人的成就 大於他的夢想時 他就老了 然後 我就思考了一下這句話 我還有很多夢想還沒有實現 所以我還沒有老 我還年輕 所以我要跟大家一起去 更高更遠的地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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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